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喝點什麼的原創者 我叫Emma Hello I'm Marshall 玩了抖音兩個幾月 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粉絲獎到三十幾萬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天先不調酒 大家來聊聊天先 先來回答粉絲的一些問題吧 我們的視頻都是在家裡完成的 拍攝、剪輯、配樂都是我在做 那麼調酒就是我的女朋友 很多朋友問我是不是調酒師 我只能夠說我算半個調酒師 雖然經常泡酒吧 但是都沒有把調酒師當作一個主要的職業去做 我更希望的是 調酒純粹作為一個生活的儀式感 在家裡調酒 和在酒吧裡調酒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就像大家看到我們某些的作品 調出來的感覺也都不是特別完美 但是忙碌了整天 回到家裡有一杯自己喜歡的調酒 去為止一下自己 真是再辛苦都沒辦法 這個也是我們開這個抖音號的主要原因 那麼還有一些朋友會問我們說 就是我們的視頻為什麼不能下載 其實玩抖音的時間不長 但是我們在抖音上包括 還有其他的一些網絡平台上 均發現了盜用的行為 那麼我們的視頻呢都是在半夜拍攝 然後剪輯出來的 有時候我會為了一個特別match的一個BGM 我能從凌晨選到天亮 那麼我們用心做出來的視頻 被你這樣毫無廉恥地搬運走 然後發在自己的平台上 然後又口口聲聲說這些是你做出來的 請問你的臉會不會痛 你的心會不會痛 所以呢針對這些fakers 我們已經加入了這個復仇者聯盟 副仇者聯盟 原創者聯盟 所以你們要小心咯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作品 感謝你的點讚和關注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作品有什麼不好的話 歡迎你留下你寶貴的意見 但是如果你盜用我們的視頻的話 我們會告訴你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以後呢 我們還會為大家繼續更新更多的調酒視頻 那是我們的請繼續 我們以後的路還有好長